我把那个相关的资料 放在我们云端白板里面的数学函数 找一下 这边有一个是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这一个 因为没有范例档 因为我们的 就是开一个空白的档案就可以了 就可以练习 因为这个资料来源是来自于网络 那我们只要有个空白资料 你把这个打开就可以 那资料的话 其实几个 这边是一个连结 就刚刚那个超连结 或者你Google 那个大乐透下载资料这边也有 那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资料从未本 然后把它录制成一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我刚刚是聚集一 或者你可以名称叫做大乐透下载 那就是这一段 我把这一段 先Ctrl C一下 假如说我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顶多就是如果你要录制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模组 或者是说你刚刚来不及 可能有些同学不要晚到的话 你就是直接或者直接贴 然后回去的话 记得就把刚刚的动作再录一下 那录完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Sub 名称叫大乐下载 那你可以先试着把它执行看看 理论上的执行这一段 应该会抓第一页的资料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UI 后面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是刚刚我们在云端上面看到的这个网址 实际上就是乐透云这个网址看到里面 那实际上我是把这一个表格里面的资料 帮我下载到我的Exail里面 所以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 在执行之前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这边有一行固定会发生错误 就叫做Command Type等于0 这一行可能你要先把它注解掉 不然的话它会卡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注解的话 一执行你会发现它会出现错误 就这一行 所以基本上的这一行是多的 它录制聚集的时候会多产生这一行 会有错误 所以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一行给前面加一个注解就OK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你会发现它会跑 而且会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把我第一个page抓下来了 但是我现在不是要只要第一个page 我希望抓的是50个page全部抓下来 所以以后如果你只需要一个page的话 那你就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50个page 不过因为我们野心比较大 总会希望做一件事最好是一件全部帮你通通做完 甚至图表也都画完了 甚至可以产生你要的报表 那这样最好 可不可能 那很可能 因为你一步一步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你要的结果 VBA其实就是要学这些东西 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 现在只有一个page不够 我们希望能够50个page全部下来 但是50个page你要做几件事 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你现在的那个网页名称是1 index page等于1 那你要把它变1到50 所以1你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里面 在这个位置 关键的地方 这个1你要变成i OK 那要怎么变成i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直接在上面 先enter换一行 然后呢 因为我要把这一个东西变成1到5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写一个 前面写过的 很常写过 叫fori等于1到50 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个i 它能够在1到50之间做变化 OK 那第二个的话 你就把这一段程式嘛 怎么样 把它拉到这个中间来 那记得 我的习惯是在把它缩排 为什么要缩排呢 因为如果不缩排 它会是在同一阶 看起来其实会不容易阅读 所以你这样 缩排之后 你就知道说 原来呢 这个v10是在这个中间执行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个i 那你要把这个e变成1到50的话 那你就是把这个e变成i就可以 但是你不能直接放个i嘛 那你要能够把它变成i放到里面的原理原则 前面都讲过 就是 有点类似的口诀 双一号双一号一到中间 endend再一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 然后呢 在end前后 把它换行就OK了 就前面讲过了 其实这个做完了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你怎么样 在1到50之间呢 去换下一页 不过你现在执行的话会有个问题 他所有的page下载之后 distanation这个位置都会放在a1 所以会一直盖 一直盖 所以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 你需要什么呢 把这个向最后向追踪的这个 有没有你可能需要什么第一次呢 是一没有错 可是呢 你如果在下一次的话 你就要让他向下追踪 再来就向下追踪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要怎么样让他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OK 这个就是比较困难的点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比较简单的方法 假设了 我现在重新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如果我说呢 我今天假如是第一次执行的话 那所以我可以再放回这上面 先做个判断 if什么呢 如果我呢 现在的a1里面是空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一个工作表里面是全新的 没有东西 那我可以什么 先检查一下a1这个储存格 那我用range 或者用sales也可以 不过习惯用range比较好表示 那rangea1里面如果是空的话 then 那我需要做什么 else反之要做什么 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那个我要向下追踪的这个有关系 OK 这个假设了 如果说呢 我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这个数字呢 就等于1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了我给它产生一个变数名称 自己取的叫r等于1就可以了 这个r指的是什么呢 我将来应该要把资料呢 写在哪一列开始 那反之的话呢 如果它已经有东西了 像刚刚这个地方 那我需要什么呢 从a1向下追踪 追踪到的这个列 把它加1 就可以了 那之前我们有写过类似的东西 那这个写法的话 不知道哥应该还有印象吧 r等于什么呢 从a1向下追踪 那就是range a1 所以我打一个a1 向下追踪的话 还记得吧 and end 然后前刮壶 然后向下 抓取到哪一个列 特别追踪 向下追踪之后 告诉我 它的列是哪一列 帮我返还给我 OK 可是我不是要那一列 我要把它加1 为什么 应该就是它的下一列 你不能是那一列 那一列的话 可能会盖掉一列 那就不对了 好 这样的话应该这种叙述方法应该不陌生吧 我们前面也想过逻辑就这样 所以基本上都没有新的东西 那只是说呢 你要怎么样把r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e的位置 特别注意 因为双远号跟双远号 这个中间是完整的字串 那这个e刚好是在它的最右边 所以其实串的方法 不需要像刚刚这么麻烦 其实你只要串什么 串它的左边就可以了 右边不用 所以这个可能串的方法 就不需要什么 双远号双远号 endend 然后再把r放中间 其实你只要把e删掉 移到end符号的右边空格 先一个end endr就可以了 不过我好像写这样子 很多同学就会突然 没有办法理解 不过这个意思应该可以懂吧 因为呢 刚好那个字串是在最右边 所以它的另外一边没有 所以没有你不用再串这个东西 只要串这边就可以了 OK这个原理大概是这样 所以以后 除非是在中间 不然的话 所以我写这样子意思就是说 我原来这个1是在这里 但是我这个1将来是要的变数 那我将来可以串接r就可以了 那你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理解 是说那这边是个字串 那这边将来返还的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将来32 32回来之后 它的原理是这样 它向下追踪32 它会帮我返还到这边 这边r就是3 假设31加132好了 那32是一个数字 数字呢只要碰到end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一个数字变成一个字串 然后呢再帮你跟前面串在一起 OK这个原理应该大概可以理解了 我很多同学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它数字啊 它是文字为什么可以串 因为有一个end 那end符号呢 只要是后面是数字 自动帮你转换了 自动转换了 OK好 那这样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关键两个 第一个是 我的patch是要是什么呢 1到50 所以我是把刚刚wis写在for i等于1到50 把它拉到里面来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让它向下追踪 当它第一次的时候 它是从第一列 所以这个1就放过来 就a1没问题 然后呢当它不是第一次了 那就向下追踪加1 诶词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 我们来跑跑靠就这样而已哦 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目的 有的时候呢我也没把握 如果没把握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f8 就是不要直接这样按下去 因为直接按下去 失败的几率很高 所以你可以怎么按f 不是f5 按f8 逐航来跑 那我们先产生一个空白的工作表给他 那所以现在a1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所以呢他是1 从1开始 所以呢这个时候r等于1 意思就是他串接的时候呢 他会是串a1 把它放a1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先for i 等于1 所以串完之后index page等于1 然后呢并且帮我写到这边 然后他就会直接帮我去抓 但是真的去抓的话 其实是在最后一行 就是这一行 refresh 电幅refresh抓下来了 ok你会发现哦 在我们的左边这边 有没有他这一行 执行完之后 资料就抓下来了 那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当然好 我们下面呢 如果还要往下抓的话 基本上就在f8 nest 这个时候nest 这个时候nest i等于2 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的if判断 逻辑判断 我是写在上面 好像逻辑上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他跑 他不会 跑上面 所以 这个位置哦 记得要放在哪里 应该是放在这里才对 先检查 所以特别之后 就刚刚写 应该 应该是写在 4回圈进去之后 先做逻辑判断 A1是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 所以他怎么样呢 帮我去追踪到 R R这个时候呢 就是31帮我加1 等于32 所以写在这边 然后一样 i现在等于2 所以去把index等于2 第二页的部分 帮我抓下来 换下一个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一样 他会往下跑跑跑 跑到这边的时候 refresh 抓下来了 OK 那你会发现 第二个配角抓下来了 那当然看起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假如你按F8 已经大概觉得OK了 你就不需要 你就直接让他怎么 全部跑了 看起来好像应该OK了 所以 但因为要跑50个page 所以时间给他等一下降 50个page 大概也不用几秒钟了 大概 好 再讲完了 大概5秒钟 时间就差不多了 不过至少比你 那人工来说 应该快很多 但是呢 抓下来之后呢 还会有其他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资料都抓下来 还没错啦 不过 可能你会发现呢 还有有一些衍生性的问题 是需要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是 可以看到了 应该这个 这个是栏位名称 那这个也是栏位名称 所以显见 这个栏位名称好像不需要 所以怎么办呢 需要把它删掉 那删掉不是叫你按右键删除 再往下 按右键删除 那你可能要 总共会留下一个 所以要50减1 49次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最好当然是下载完之后 自动把它删掉 那自动删除列 我们前面有讲过 删除列 其实这一题很简单 你只要把 删除列那个单元里面 我们好像讲到 只是那个删除列部分 跟这不太一样 一样的地方是反向回圈 for I等于最下面 往上跑 那你做逻辑判断 如果我的A栏里面的资料 它的资料是等于日期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最下面一列跑 你跑 跑到最后一列 最上面呢 你就不要跑到1 跑到2就可以了 如果是日期全部删掉 这样不就OK了吗 好试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跑一个for回圈 反向哦 从最底下 跑到第二列 然后呢 做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它里面 A栏的资料是日期 就帮我删掉 Rose.delete就可以 所以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Rose.delete OK 这个就可以批次的 帮你把这些列删掉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可能会遇到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边的话 栏宽的问题 栏宽怎么让它自动调整 当然你不需要说 最后再来一次 把它常用里面 自动再调整栏宽 可是VBA里面有没有 可以最好写在VBA里面就好了 那其实很简单 栏宽 其实就一行程式 栏物件叫column 加S column 那自动调整就是 点 Auto Fit 就可以了 所以一行程式 自动调整栏宽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 因为呢 你的那个 中奖号码 这六个号码 怎么样呢 它是放在 一个储存格 不对啊 可是将来如果要统计的话 这样怎么统计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把它分开来 分在六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后面会有 可能衍生性的三个问题 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程式里面 1就是forI等于1到50 第二个的话就是 去做那个 你资料应该写在哪一列开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那个云端上面呢 我有把那个我写完的程式 也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所以如果你假如 一下子还是没办法完全理解的话 云端上也有 第一段是我录制的 叫大乐透下载 那第二段的话就是 批示大乐透下载 等于是说 我把录制完的程式 做修改 那就改两个地方 多一个I跟多一个R 这两个 那I跟R的名称是自己取的 是一个变数名称 如果你不喜欢用I或R 你可以变没有关系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 从第一个page到第50个page 就可以批示的全部下载下来 但是衍生性还会有 那个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哪一些列要删掉 第二个问题是 蓝宽自动调整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那个有六个号码 最好可以把它分开来 分开放 当然会更好 请各位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